在同期镇中,这同期敢一倒,这尖儿啊,正滑到秦雄骑的这虎雷豹的马脑袋上,正是那原来一毫毛就叫唤门宗的那个部位,唰这一滑这批虎雷豹,嗷的一声大叫,虎雷豹这一叫,那真是唬啸龙音一样啊。 这一声叫,周围凡是听到他叫声的这些马,噼里啪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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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全爬下来。 这些马一爬下,骑马的有很多都是隋朝的将官,人有的马上有的纵下来了,有的纵不下来,这马一爬下就把腿压住了,把腿压住,旁边瓦钢军过来拿绳子就捆。 其中这里边没有双枪将丁雁平,双枪将丁雁平这匹马,一听唬雷暴叫,毫没客气,噗里啪就躺下了。 他这马躺下了,罗成那马也趴下了,可是罗成毕竟是年轻。 反应非常快,他双枪一甩凳,一蹬这蹬,噔,他蹦下来了。 丁雁平那虚法皆白那老头啦,尽管说是武林高手功夫到了家了,那再马上他也没想到会有狐狸豹这一叫啊。 就这一叫这匹马往旁边一躺,把丁雁平的腿给压住一条。 老头的腿被压住一条,上面那个腿呢,还在马上搭着呢? 这一公子罗成又他马上蹦下来了,手中钻着枪。 一看丁雁平那个腿在马上搭着一条,蹦! 上去就是一枪,这一枪就扎到他那腿上了。 丁雁平当时,哎呀! 罗成这一枪扎到腿上之后,啪啪,枪往我一冲,站在那儿不动了。 老干爹,这回您还说什么呀?您跑不了了。 丁雁平这双枪在手里拿着,丁雁平躺在那儿看着罗成。 罗成,你这一枪怎么往我腿上扎呀? 哎呦,老人家,我只能往您腿上扎呀。 我往您腿上扎,我是怕您走喽。 为什么不往我耕嗓烟喉那儿扎? 罗成说,老人家,我能上您那儿扎吗? 我要往耕嗓烟喉那儿扎,我就要您的命了。 您是我干爹,我是您的义子了。 啊,我办事哪能这么绝呢? 罗成,你办事够绝的了。 啊? 你学了我的单枪破双枪的招数,然后你就给我用上了。 在瓦岗山下,长蛇阵里,你一枪在我软肋上给我留下了一道血槽。 今天,在同期阵中,你又一枪扎在了我的腿上。 我身上这两处伤,都是你给扎的。 罗成,我丁雁平闯荡武林,赤诚天下。 可以说,大仗小仗打了无奇代数。 但是,丁某身上从没有付过伤。 只有这两处伤,都是你罗成,给我造成的。 我丁雁平后悔,后悔,我不该交给你我的枪法。 罗成说,老干爹,您别这么说。 这世上什么药都有,就是没有后悔药。 已经交给我了,放着做个人情,您不做干嘛,还说后悔呀。 一说后悔,连我这点人情也都没了吗,不是? 罗成,我知道,你这个小子狠毒,你可别忘了。 你刚一进镇的时候,当我问到瓦岗山下那个程咬银是不是你的时候, 你一口咬定说不是。 你还曾经跪在地上,给我对天明过誓,你还记得吗? 罗成说,我记得。 老干爹,我记得。 当时我得明誓啊,我要不明誓,您能信吗? 您要不信,能说出镇徒的事来吗? 是不是? 话又说回来,老干爹,这明誓这玩意还灵吗? 您看谁明了誓,重誓了,我没看见有几个。 罗成,你就能重视,你可是跟我说的。 如果你要是那个程咬银的话,你就死不得闪中。 哎,是是是是,我说不这样的话。 干爹,别跟我治这个气了,您就也别跟我叫这个劲了。 行,我掺您起来,掺您起来,旁边我们有军衣,让他过来给您包扎伤口, 然后呢,扶着您上我们瓦钢军的大营,修心养伤,最后我请您上瓦钢寨,这还不行吗? 说着话,罗成往前就走,丁验平准,请慢! 罗成,你不要往我跟前来。 怎么着? 干爹,我还是您的义子啊,咱们两个这义父义子的情分并没有就此了结。 罗成,你没有跟我了结,我可跟你了结了。 罗成啊,罗成,小冤家,短命鬼! 你对我这个上了年纪的人,用如此欺骗的手段,骗去了我们家传的招数, 然后又用在我的身上,请问这世上武林中有这么做事了吗? 你想搀扶我,给我包扎伤口,让我跟着你上瓦钢山,让我投靠西魏王李秘? 那不是我丁验平做的事,我丁验平向来为人,站起来顶天立地,坐下如中如山。 罗成,你不用缠我,你要还是你爹的儿子,你要说还觉得认识你这个义父,你就给我一枪。 罗成说老人家,无论如何我不能给你这一枪,我不能唠这个名声。 好,罗成,不用你唠这个名声,你也不用掺我,我也不投瓦钢山,这是我丁验平自我自授,我自己来。 说到这里,丁验平把自己的双枪,其中右手枪,枪头往回一道,奔着自己的钢伞颜喉,罗成一看,哎哟,这老头要自尽,跟爹。 罗成刚相望上,夺着这枪,没来得及,丁验平的手多快,嘶,这一枪自个儿在自个儿捅得丧嘴儿了去了。 丁验平就此结束了自己的一生,老头死了,丁验平这一次罗成站在那里,冷等了半天,说不上此时此刻心中是什么滋味儿啊。 罗成一看,老人家,您! 罗成现在有点忏悔,忏悔什么?忏悔刚才自己对丁验平说的那些话,这个话说的可能对老头有点刺激,把老头给惹怒了。 哎,又一转念,事已至此了,就别再想着了。 这工夫周围正在乱着呢,同其杆这一岛, 中书神经就没了,指挥这一失灵,接连拥进大阵中的瓦岗军像潮水一样,像四面八方奔突而去。 这同其阵里,大隋朝是四十万人马的布置,跟瓦岗军是杀在了一起。 喊杀之声,不绝于耳,这一仗足足地打了三天。 因为这勾勾叉叉,地方太多了,没有同其指挥了,隋军也不知道这仗怎么打了。 有的时候,隋军自个儿跟自个儿就干起来了,他那有个乱石镇,这沟里边山顶上全都是大石头,早准备好了,隋军在上面埋伏着。 没想到瓦岗军把这隋军撵的跑到这阵里来了,隋军望里这一跑,山上的隋军以为是瓦岗军来了的,把石头都放下来了。 漆里乌鲁,自个儿砸自个儿,死了不少。 这个同其阵周围这几大阵,八门金锁阵,改变成了同其阵,八个门,八个阵,三天之后,全都销声捏迹了。 江场上到处是无主的战马,舌断的弓箭,横躺树握的尸体。 有瓦岗军,也有隋军,隋军死得最多,有很多隋军逃跑了,也有的隋军就此脱了衣裳回家了,再不干了,也有的负了伤了,也有的投了降了。 隋军里边这些将官呢,这黑如龙,咱说这罗氏信一直背着他,到了最后罗氏信把他解下来交给善雄信了,善雄信给他松开榜声,问这黑如龙,你下一步怎么办? 愿意投降瓦钢债吗?投降瓦钢债,我保你在这为官,这黑如龙呢还挺有个性,说什么不再干了,说我从此以后重操就业, 我找地上开饭馆去,晒雄信一看,人各有志啊,不可勉强,黑如龙那也是个硬汉子,不愿意当降将,就这样,让黑如龙走了,把黑如龙放了。 三江王阳一圈,有两儿子,一个阳龙,一个阳虎,乱军中,也被瓦钢军的将领给杀死了。 手底有很多副将,有的被捉住投降了,有的那负了伤了,在这治伤,治完了伤,有的回家了。 就是这么一种状况,瓦钢军的队伍是大获全胜,开进东岭关。 这一开进东岭关,有人往里禀报,说是西卫王李密带领着小霸王宅让,来到前线上慰问三军。 大伙一听主公来了,赶紧准备迎接西卫王李密。 这个时候,罗松进了东岭关了,到在帅堂之后了,才把罗承找在旁边。 把罗承找在旁边,罗松跟罗承就说了,说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。 什么消息? 他就把北平王罗义被苏列苏定方建了,射死这个事儿,告诉罗承。 罗承一听这句话,真如晴天霹雳一样。 当时就坐在地下了,罗承跟他爹爹罗义可以说父子感情诸好。 罗承那枪,那是罗义一朝一世交出来的。 而且罗承也很羡慕自己的老爹爹,认为自己的老爹爹这一生是建功立业的人。 在北平府称为一方之主,这是不容易的事情。 甚至罗承自己心里边曾经想过,将来我如果能赶上我爹爹,那就不错了。 就怕我这一辈子也赶不上我老爹爹。 可是今天突然一听说自个儿爹死了。 罗承承受不了,旁边众位弟兄过来劝命,把罗承搀扶起来,罗承若勒泪盈眶啊。 最后罗承就说了,谁把我爹爹给射死的,说苏定方,罗承是我记着的,苏列苏定方,夏明王斗剑得手下的人。 将来有一天我要见着这个苏定方,毕取儿的狗命,给我爹爹报首。 罗承,这算心里边记住这个苏列了,不光说罗承记住这个苏列了, 假计罗承众位弟兄好像都把苏列苏定方这个名字给记住了。 罗承这里边丧父之悲痛,正在这儿哭着呢。 外边人报西卫王李密已经进了东陵湾。 所以全堂的将官林文在武一起出营。 西卫王李密在一字并肩往小霸王宅让的陪同下,走进了帅堂。 来到帅堂之上,秦琼、徐茂公等人一起给西卫王李密建立。 李密今天是全副武装来的,亮银盔亮银甲外招肃罗袍,李密在正中一坐。 中卫秦家免礼平身免礼平身。 李密说你们诸位都辛苦了,听说到在东陵关攻打同旗镇,我们瓦岗军做出了很大的付出啊。 秦琼说,托王爷您的红服,同旗镇并已经让我们打下来了。 李密说好,既然如此,今天晚上大排艳艳给诸位庆功。 李密有瓦岗军这一来,带着很多犒赏的酒,就说连酒在东下。 后当天晚上就在东陵关的大堂之上摆开了圆桌面,置办去了山珍的海味,丰盛的酒席。 所有的这些主要将官都在这个帅堂上按班就坐。 罗承呢,当然也在这儿。 没有入席之前,李密单独召见了罗承,也召见了罗松。 李密问罗承和罗松,听了罗承他父亲阵亡的这件事情。 对罗承表示一种慰问。 但是李密问罗松和罗承,你们二人下一步打算怎么办? 罗松就说了,说王爷,我们这个意思呢,我回元吉。 让我的弟弟罗承就在瓦岗寨吧。 北平府已经不是他的老家了。 我呢,回元吉侍奉两个老太太,我还有个儿子叫罗幻。 这是继承我们罗门后世香烟。 我弟弟罗承呢,跟瓦岗寨的这些众位将官,有八败之交的旧情。 现在他不能回北平了,就让他在这里建功立业,创一番事业。 也算给我们罗家光宗耀祖。 罗松一说出这句话呢,罗承在旁边点头,同意他哥哥这个安排。 于是西卫王李律当即夹封罗承为威虎大将军。 罗承跪到谢温。 罗承这完了之后把梁师太找来了。 李律把情况都摸清楚了。 问这梁师太,说能否在我们的瓦岗寨里边作为一个将官, 我们一起创一番大事业。 梁师太一听这儿,梁师太说了不,我得找我师父去,我师父是李源爸。 我师父临走时候说的好,给你们帮完这个忙,我就走。 不光我走,我这五百铁锤队也得带着走。 李律一看人格有志不可勉强,好吧。 梁师太虽然走,但是李律给梁师太以后赠,给了不少金银。 因为人家是帮了一个大王啊,梁师太这儿走了。 当罗松要告辞的时候,李律赏赐罗松黄金四百两,作为安家穿字。 罗松感谢西卫王李律,跟罗承告别,罗松走了。 李律本想要留他在晚上一起喝酒,但是罗松说,事不宜迟。 早到一会儿和晚到一会儿都是不一样的,家里边没有主事的人,所以李律也不能强留。 罗松走了,当天晚上酒席都摆齐了,罗承等人也都就坐了。 这个时候,李律站在了前面,端起酒杯来,朝着瓦冈身重为将冠。 李律就说了, 众位,今天孤王到此,特来问一问大家,早已听说,我瓦岗军攻打武官,势如破竹,所向无敌啊。 这也是大随朝气势将近,我瓦岗军托天的洪服,现在呢,我跟诸位说,前不久,住在江都,也就是住在扬州的这个扬广,给我们瓦岗寨下了一封善未诏书,同时也写了一封邀请函。 用不了多久啊,在八月十五,他们要在阳州设摆一座鹰天夺魁大会。 所谓鹰天夺魁呢,杨广在他那个诏书里说了,说他继承了阳间的业绩,但是他是无德之君,那天下百姓一齐高举。 大随江山国无宁日啊,杨广本人也承认,他尚不遂天心,下不可民怨,想把江山让给一个有德之君。 但是现在在国内一共有十八支队伍,小队伍就不说了,大的队伍共有十八支啊。 这十八国国王都想要结成大随天下。 那么大随的江山让给谁呢?杨广拿不准主意,所以杨广就想,他要顺应天意。 顺应天意就在阳州摆一个应天夺魁会。 这个应天夺魁会啊,就是让我们十八国的国王,各代人马同到阳州。 在阳州的教军场里边比武较量,谁要是最后成为最强者,夺了魁了,那么就把大随国家的玉玺就交给他,那么他就重立朝纲,再设江山。 当然杨广说这个话,他写这个信,我想未必是真啊。 不过呢,隋朝的现状我们也看到了,杨广现在在江都城,再想回长安,他回不了了。 众位知道吗?太原府的李渊起兵了,树旗反随。 现在李渊正派他的孩子们,统领队伍,进攻长安城。 如果李渊的队伍把长安城打下来了,这就等于把杨广的老巢给端了。 杨广再想从江都回长安,回不去了,没他的容身之地了。 那么杨广要想在江都建都呢? 这江都无论从哪个方面说,他不是一个建都的家地。 杨广正因为意识到自己江山不会久,所以才提出来善未诏书。 周围,现在天下有十八个国王,那么杨广提出来善未诏书,周围说,哪个国王有资格来接替大隋朝的天下呢? 嗯? 周围说说,我听听,这李渊当众提出这么一个问题来,所有的这些文臣武将一个个一看,这酒宴都摆上了,酒不让喝,菜也不吃,先探讨这个问题,谁也没言语。 因为大家不知道西卫王李渊是心里怎么想的,大家不说话,李渊一看,众人不回答,李渊就说,周围,我想了,这十八国王爷里头,有几个是在我心目当中占有位置的。 第一个,应该说是太原府的唐公李渊,唐公李渊,胸有诚服,那可不是一般的人,当年在朝纲中的时候,我对此人略有了解,当初他并不举其反随,今日突然举其反随,此人大有这种事态,不明则已,一鸣惊人。 果然,他这一举大棋,马上就兵取长安,仅此这一个举动,就足以令其他十八国王,不能够相比呀,他手下有赵王李渊霸,还有他的儿子建成李世民,李渊吉,这都不是党贤之辈呀。 第二个,我觉得洛阳的王世冲,再说嘛,那就是河北奉明王李子通,但是所有的这些人都算在内,我觉得都不能继承大随天下,继承随天下者,唯有瓦钢军。 。